對方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最不順 喔 我跟你講 夢多 韓國人就是這樣 又我們 沒禮貌 抱你沒禮貌 什麼抱你沒禮貌 沒禮貌 沒禮貌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去韓國 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 很冷喔 我到了那個鋪山 然後那天超冷的 那下雪 然後是那個大計程車 然後上去嘛 然後我就坐計程車的時候 他說 欸 我聽不懂韓文嘛 他說就是 你從哪裡來的 對對對 我說啊 Japan Japan 然後就是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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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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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叫我下車耶 他就是不在日本人 因為你就泰國人裝日本人啊 哪有 不是 還穿老鷹的衣服啊 對啊 他怕吧 你上車的時候還這樣子 不是 還有還有 我跟你講 好 OK 我們就講講他好了 講他 好 OK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節目上 就是效果有可能是攻擊人家 對不對 互相的 但是就說 比如說 休息室就好好的 把他實際效果很好對不對 那呢 就是他 我就是來很久嘛 就是他第一次來節目 剛好就是跟我一起 他一直在攻擊我 我想說 喔 這個新人不錯 他很有梗 他腦袋也不錯啊 你看夢多真的心機有多重 還記得那個嘛 對啊 跟你一樣啊 都永遠都記得啊 OK OK 反正呢 他 我想說 好 OK 就是我在休息室找到 你表現得很好喔 但是雖然是他攻擊我嘛 他說 剛剛那個節目效果怎麼樣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也期待這句話 我說 欸 表現得很好喔 對啊 就走掉 對喔 對喔 要不然你期望 他可以講什麼 我講的就是 都是對的 我比你高 比你摔 一定要比出個勝負就對了 你都不反駁了 對啊 為什麼你都不反駁了 那下一位 下一位是誰啊 下一位 我反駁耶 對啊 默認了 感覺他們好像有 真的有 真的有 聽過喔 對 但是我覺得以前我都以為 韓國跟日本可能有時候是 做戲沒有那個 針對性那麼強 而且 出國以後大家都是 應該都是 互相 因為大家都是移民 但我發覺 欸 真的不是 真的是有這種 仇恨感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那個學生的時候 我有一台那個相機 還不錯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要做作業 所以大家都要跟我借 所以呢 有一個日本人要跟我借 有一群日本人要跟我借 有一群 韓國人要跟我借那個相機 結果沒想到 因為借那個相機 兩個就吵起來了 然後呢那個 日本人就說韓國人 就沒有手心用 你跟他借了以後一定會用壞什麼什麼 就跟我講說 沒有手心用 一定借了以後就會不會還 但是韓國人就跟我講說 日本人啦 有勵沒退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很有禮貌 但是很假 你借給他以後呢 一樣也有去不回 就光一個相機 就可以兩個國家 這樣炒成這樣 你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不是假 是真的 他們在民族性上 真的就是爭鋒相對 互相討厭對方 我覺得那個仇真的太深了 結太深了 而且你看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只要是 學校裡面有華人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有台灣人啊 有中國人 或者是說韓國人 日本人 絕對 韓國人跟日本人不會搭在一起 對 搭不起來 他們那個圈圈絕對不會在一起玩 我覺得日本人才是 超 全部都是假的 假高尚 因為我以前在 在馬來西亞讀書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日本人 然後剛好那一天 我沒有人可以陪我一起去吃晚餐 所以我問那個日本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飯 他說 日本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 所以我跟他一起去吃飯 然後他帶我去試習店 然後我們吃了 可是他吃一兩三個就吃完了 然後我問他 為什麼你吃那麼少 他說我們日本的那個生活習慣都是這樣 晚上的時候比較吃少一點 我以為日本的真的很簡單 生活習慣很好 可是結果我發現了 就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怎麼說 因為他應該知道吧 我們問日本人的時候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飯 他說 i desu 或者是i desu 這個兩個都不一樣耶 你剛剛有講不一樣的喔 對 都一樣啊 i desu 一個是好 i desu 好 i desu 不好 i de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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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講出來的都是一樣的表情 都一樣啊 對 要不要講太厲害了 麻煩有聽懂的觀眾朋友 寫明信片進來給我們 聽清楚喔 i desu 跟 i desu i desu i desu 你動作沒有好了 你沒有動作的話 你不可以比 你不可以標情 i desu i desu i desu 他們都不出來 可是他們說這個菜有禮貌 他們不能拒解 不能拒絕啦 一個是一個比較高音啦 一個是比較 對 而且那時候他吃這麼少嘛 他們什麼 他們的生活習慣 可是那個也不是 他們本來吃很多 可是他 我問他半個小時之前 他已經吃完了 所以他吃飽了 可是 他不能拒絕我 所以跟我一起吃飯 我吃那麼少 難怪每一次夢都約我吃飯 他都吃兩口都說 我好飽喔 我小鳥味 你原來你都不喜歡跟我們一起吃飯 因為你們是白吃白喝 我擔心我的錢不夠 這個叫做幽夢 以上這就是韓國跟日本 韓家這句幹嘛 這才叫幽夢 對 那美國跟俄羅斯呢 我跟你講 俄羅斯的軟真的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是還滿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我來說 因為我覺得 好像是他們一直想要把其他人 就是壓下去 壓下去 我還記得我跟一個 在台灣的一個 俄羅斯女儀人 我們一起上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就是幾個外國人 我們在評一些各國食物 這樣子 然後主持人就說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A還B 每一次他說 我不知道 哪一個 我要選哪一個 哪一個 那我們就是 我們已經選好 我們要哪一個 就講好 就這樣 那有一次 有一道菜 全部都是內臟 內臟 那我們就是 我就是 我 我要評的時候 我就是說 其實外國人不太喜歡吃內臟的東西 就是 全世界都知道 都差不多 我們外國人比較喜歡 他還在節目上講什麼 沒有 那是 因為你們 不像我們俄羅斯的人 我們什麼都懂 在節目上 而且我是主持一些美食節目的人 那你們美國人真的很笨 你們什麼都不懂 所以你講了說 在美食節目上的一個俄羅斯女生 安妮喔 這樣很漂亮 你這個限量很小 我沒有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喔 你們不要在那邊亂猜好不好 所以安妮怎麼了 不是 就是那時候他一直 我不是他 不是 不是 你這個限量很小 為什麼要解八 這樣要解八 你聽到什麼 你限量太小了 你幹嘛這樣 不是 最後 最後 旁邊的台灣藝人都在看我 好像是 好像是 你很加高尚 對 好像 你真的有憑什麼來講我們台灣的食物 但是我們上這個節目就是要拼食物 不是嗎 對 那是火該的 又是火該的嘛 就不夠了解其他國家的食物的習慣 就是火該的 對不對 你覺得 美國人 讓你最看不順眼的是什麼 不順眼 就是我覺得 美國人真的很 廢 非常廢 非常廢 比如說他們的 輸血很爛 然後 比如說我們出去 跟其他的美國朋友吃飯 我們要算是我們姐這樣的那個錢 也要花十分鐘才可以算到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我們算得很清楚 你吃的比較多是要負的比較多 沒有 可是有時候你們算出來還是錯的 是嗎 對啊 你跟什麼美國人出去 你啊 其實最扯的是什麼 他們連自己語言的單字也絕對不會拼 我跟你們說 真的嗎 不會拼 他說你不會拼你家的 我每次 因為英文並不是我的母語 所以有一次 我問我美國朋友哪個單字這樣拼的 他就跟我說 G O O G L 以 Google Google 嗯 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拼 德國做什麼最讓你不尊嚴 出爐 出爐